而台风与世不断 苏花公路土石泥流成为了不定时炸弹 那么公路单位实施管制 限时开放通行 也让不少需要北上的民众都抢在开放的时段 在管制哨前拍出了长长的车龙 要趁着好天气 赶快返回工作岗位 受台风山陀儿外围环流影响 花莲崇德路段一度因土石流交通中断 苏花公路崇德管制站3号早上有30多辆车 在管制口等待放行 台风厂工作 所以我们的道路就这一条 因为铁路也不通 等待通行的驾驶 有的要前往和平上班 有的要在实线内送货到北部 都是无法取消必须冒着风雨前往的行程 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长林文雄表示 摊坊状况因为大雨造成 已经尽速抢修 比较大的灾点是发生在崇德 164.4K这个位置 跟前次124.5在它的北端的100公尺左右 那发生了一个摊坠方量 大概是3000立方公尺 崇德路段于3号下午1点已开放通行 竟然见到有民众在强烈风雨中 骑乘脚踏车通行 也呼吁用路人台风好雨期间 山区道路容易发生摊坊落实 路况难以掌握 请避免进入 如果有通行必要 也务必小心行车安全 兴兴